一群人围在一起就像野兽一样的生吃黑熊 而身旁就是同样被砍食的后藤奶奶 他们说黑熊吃下了奶奶 只要他们也吃下了黑熊 这样就可以和奶奶永远在一起了 葬礼那天 明明只有15人的送葬队伍 可这里却出现了第16个人 究竟是谁敢假扮后藤家的人藏在送葬队伍里面 原来是失踪的前警官左藤的女儿小美 小美一脚踢翻了后藤奶奶的棺材木桶 可是木桶里面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原来小美一直怀疑父亲的失踪跟他们后藤家有关 更加恐怖的是自己的父亲有可能都已经被他们给射了 就在这时 一个身高2米8的巨人突然出现 不但掀翻了后藤家的送葬队伍 还扯下了地中海那所剩不多的头发 让他的头变得更加的拖了 就在小美以为怪物要对自己下手时 后藤惠界及时出手拦住了怪物的身体 让一旁的警察大川带着小美跑路 小美在车上告诉大川 说自己父亲失踪那天就是去了后藤家 他敢肯定父亲就是在后藤家失踪的 大川将小美送到车站后 自己便驱车前往了后藤家的方向 可没想到半路却被一根大树给拦住了去 原来就是后藤家的人砍倒的大树故意不让他进村 大胡子还给大川看了那天左藤在后藤家发疯的视频 他们希望大川以此不要再查下去了 可是他们还是太小看大川了 他们挡不住决定上山追查真相的大川 于是只能聚开了大树让大川进村 诡异的老房子无论大川如何叫门都无人回忆 却偏偏有人躲在二楼拿着相机对他进行拍摄 就在这时 回到了家中地中海拿着猎枪想要威胁大川离开这里 可是大川反手就夺过了猎枪 他准备将这些赶袭警的后藤家的人统统都抓回警局 大川一人独占五六人 打得后藤家的男人毫无还手之力 没一会儿大川就拉着一群手下败将准备带回警局 就在这时 一群老太太突然从房子里面跑出来说大川不能带走他们 后藤家的问题要交给那个人解决 大川询问那个人到底是谁 老太太神情紧张地用手指指向了大川的身后 腐朽斑驳的房子窗边站着一个个老人 他们就这样看着大川被可怕的怪物一步一步地脱走 大川难道真的要成为这怪物的食物了吗